大家好,我是杰西,欢迎大家跟杰西一起收看 今天是1月7日的英文新闻 好,又是飞机的新闻,有点恐怖 今年要搭飞机的人真的要非常的注意 好,这是美国的阿拉斯加航空公司 好,那个飞机飞到一半,一片门板掉下来了 实在太恐怖了 好,所以他们现在就被停 现在这个型号就被停飞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新闻 好,那美国的这个regulators 一般就是这个规管的人 那这边的话一般只是FAA 就是他们的联邦航空总署 那这边可能还有其他的当局 所以他这边用复述 好,这也是主词 动词是half order 他们就下令了 好,下令什么事情呢 the temporary grounding 好,暂时的temporary暂时的grounding 就是那个停飞 好,他其实有禁足的意思 就是你做了坏事 爸爸妈妈不给你出门 好,被禁足了 也是用grounding这个字 好,那禁足不是 就是停飞什么呢 好,171辆的波音737 好,这个 max9这个型号的aircraft就是飞机 好,那到这边的话呢 这里稍微提醒一下 你看我们讲171辆 所以我们在英文的时候会说 171 所以你要有100对不对 可是这个型号的话 在英文一般就会念737 我刚刚有特别再去听一下 好,在飞机的话 我们一般不会说737 不会 我们就说737 这样子 好,这个型号 好,那Farlene这边是介系词 好,在什么什么之后 在一个这个cabin panel 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一个门板 一个窗户 然后加上那个机舱的门板 好,blow out就是被吹走了 它在半空中 在蛮高的半空中 被吹走 好,在礼拜五的晚上 好,那这个被吹走这件事情 是你的先行词 这边that到最后面 是一个行动词子句 好,被吹走这件事情呢 forced 这是主持的动词 迫使了一个brand new airline Airplane,对不起 这架全新的飞机 这个好像是去年10月11月才交货 才两个月左右的飞机 好,那这个飞机呢 后面这里 行动词子句这边 还有一个这个过去分子片 operated by Alaska 这个飞机呢 是哪一架航空的 是阿拉斯加航空所营运的 好,这个which was 省略掉了 所以就变operated 好,那迫使这架 非常的阿拉斯加航空营运的 飞机怎么样 to make an emergency landing 做了一个紧急的迫降 这样子 好,带大家看一下 实在是 有一点恐怖又夸张的 好 它这边 对方的 the hell 然后就是那个人就讲说 这个是从地狱 这地狱之旅啊 然后他就在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I looked up and the oxygen mask were hanging from the ceiling 就是那个oxygen mask 对不起 就是那个氧气罩就掉下来 然后大家要知道在哪里 要把 赶快把它拿起来 永远在半空中 空气非常稀薄 然后这个一大片的 这个就掉了 part of the airplane just like missing 好,然后我们就看到这边 就好,别人的 你不能给人家 借太多影片 听说非常幸运的 那个位置是没有人坐的 真是太幸运了 错了话 而且 好,等一下再跟人家讲 一个最可怕 然后那个 小朋友的T恤 被 坐在附近的小朋友T恤 整件衣服被吸走了 这可以想象吗 真的太可怕了 因为那个压力还有气场之间 所以呢 这个专家有出来讲 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今年要坐飞机的人 请你不要忘记了 随时都要 Fasten your seatbelt 好,Fasten那个T恤 发音用 Fasten就是系好 你的那个 seatbelt 就是安全带 假如你没有系好的话 那个突然爆掉一片 你就被吸出去 就没有命了 好,所以呢 其实他们一直一直 你搭飞机的时候 喂钱也都不太理 我真的从今以后 我搭飞机的时候 我就一定 因为他都会跟你讲 除非你去上厕所 离开的时候 不管任何时候 都请你系好你的安全带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有气流啊 什么的 就是有时候机舱 那个机师会广播说 哎,接下来我们要有一段 那种Turburance Turburance就是那种乱流 大家有经历过 很可怕的乱流吗 接下来坐飞机 应该就是 来回到二三十次以上 真的就是 有经历过那种 非常可怕 整个摇晃的 非常厉害的时候 请大家记得 As in your seatbelt It's very important 好,那详细的新闻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一些中文的 那就是 让大家知道一些单字 你可以要这么讲 就是说 有一些单字 你知道的话 你想要跟朋友 或怎么样 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可以聊一下 好,那我们再看一次 U.S. regulators have ordered the temporary grounding of 171 Boeing 737 Mix-9 aircraft following a cabin panel blew out late Friday The first brand new airline operated by Alaska airlines should make an emergency landing 好,regulator 就是管理者 规管者 那个人 这样子 好,那可能 也是指的是 很多人吧 所做的共同决定 No.2 order 好,order这个字 大家更常去餐厅 知道 May I take your order 我可以帮你点餐 那个order 也是这个order 那这边当动词 是当命令的意思 好,它也可以当 点餐 但这边当然不是点餐 第三个字 Temporary Temporary是短暂的 它的相对的 长久的永久 叫做permanent Permanent可以一起进 好,ground 刚刚讲的 它是一个动词 可以当停飞 还有禁足 不准出去玩 好,通常 在国外 他们不太 就是你知道 不能启罚嘛 所以小朋友 做了 做错事怎么办 那个punishment 那个处罚 就是 好,grounding 不给你出门 不可以出去 跟朋友玩 这是很严重的 好,aircraft 就是飞机 飞行器 什么helicopter 所有的飞机 都可以叫aircraft 好,那特别讲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对,就是学生看到airplane 你知道 看到aircraft 有时候就反应不过来 你要知道一下 好,cabin panel broke out 这个cabin 就是那个机舱 好,panel的话呢 一般其他 就是一块板子 好,那个他可以是一个 小组会议的 那个panel也是 然后或者是 你在驾驶舱 上面的那个 那个仪标板 那个整个 这个都叫panel 啊,这边只是 那个机舱门 好,brow on 就是吹走 他在半空中被吹走 这边把它当作 整个当一个名词用 好,force的话 就是动词porsche 好,brand new brand new就是全新的 啊,不就是new吗 对,就是要强调的意思 好,operate 这个动词当作 晶云的意思 那他的名字 operator 也有那个接线声 或者是运作的 运作的人员 操作的人员 好,emergency 这个字 请你100% 要记住 他是紧急 顺便附带 讲一下 emergency exit 就是你的紧急出口 大家知道紧急出口 是什么颜色吗 上次解析问学生 然后 学生说绿色 我说真的吗 不是红色吗 就一看真的是绿色 大家可以自己查一下 那个emergency exit 不知道为什么 他通常是绿色不是红色 好,landing的话就是降落 那动词的话就是降落 那他的片语起飞是通常用take off这个字 好,不是用fly 通常飞机要起飞了 我们用一个片语take off 好,这个多译的话 land跟take off也会常听到 好的,今天的新闻就看到这边 谢谢大家宝贵的时间 等一下接下来又要开始做那个文法的影片了 好,那我们下支影片见 谢谢大家收看,拜拜